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才是西红柿炒鸡蛋的正确做法 酸甜四口 配米饭和面条 真是绝了 先准备西红柿两个 将它一分为二厚 把根部去掉 然后再切成小一点的滚刀块 全部切好 装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五个鸡蛋 淋入几滴白醋 用筷子搅散 搅得越均匀越好 放到一旁待用 少许大葱 切成葱花 再来几颗大蒜 剁成蒜末 然后把葱蒜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来适量食用油 烧热后倒入鸡蛋液 用勺子来回的前后推拉 这样可以使蛋液迅速的成熟 而且能防止煎糊 底部煎至成熟后 煎得翻个面 再煎一会儿 将鸡蛋铲成大块 然后翻炒两下 喜欢老一些的可以再多炒一会儿 炒出蛋香味 把鸡蛋盛出后 锅中再来少许食用油 下入葱蒜炒香 炒香后将西红柿倒入锅中 开中火翻炒 翻炒两下 加入适量盐 慢慢的给西红柿炒化 这个时候来少许生抽 翻炒均匀 再来少许鸡精 翻炒均匀 接着下入鸡蛋 再淋入适量的番茄酱 增加这道菜的风味 然后一直开大火翻炒 让鸡蛋吸足里面的汤汁 这样的鸡蛋吃起来 才会汤汁饱满 味道更浓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鞋的小手 给我点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翻炒均匀后 这道酸甜可口的夏日神菜 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